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塔罗的地狱 我是NICO 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 或者说大天使给你们的脱单建议 你们在感情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何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 或者说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开展下一段关系 那在我们面前有4组牌 分别是第1组牌 第2组牌 第3组牌 第4组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 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 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 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 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 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1组牌 首先第1组牌关于你们的脱单建议 第1张牌是命运之轮 说明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命运之轮给你们设定好的轨迹 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 似乎一直没有摆脱某种循环 或者说 或者说诅咒一样 感情当中遇到的问题 总是重复的发生 这也是命运之轮带给你们的一种影响 就是你们的感情总是在某种错误当中 不断的重复和循环 如果你们想拥有一段好的关系 那么你们必须意识到你们在过去感情当中 所重复犯过的那些错误 并且跳出这个循环当中 否则即使你们再次盲目的开启下一段关系 也是会让过去的那些错误重蹈覆辙 而第2张牌是你们在感情当中会出现的问题 一旦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 一开始就会不求索取的付出 所以说对于爱情的这种执着和偏执 反而会让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受到一些伤害 进而让你们不敢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因为你们总是过度的付出 过度的依赖 最终让感情会失去平衡 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可能把自身的这种敏感和不安全 全部都隐藏起来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感情当中你们是两个极端 因为在生活当中你们会非常的理智和果断 但是一旦到了感情当中 你们就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 一旦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 又会不计回报的去付出 而第3张牌是心碧女皇的逆位 你们现在可能更注重一些现实物质方面的积累 也就是说你们个人发 就是你们现在的重心 关注点是在于个人成长 个人成就上面 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感情需求藏起来 所以说现在的你们 当你们从上一段感情当中的这个漩涡里面挣扎的爬出来的时候 你们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是极端的理智 会选择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因为当你们一个人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上的起伏和变化 但是呢它的代价就是你们要 你们会丧失掉这种对于生活的激情和热情 所以说抽到的这张全杖一呢 全杖一它对应的是这种火象能量 火象能量 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对于爱情 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很热烈的期待的 因为全杖一代表的是一种生命能量 包括这张心碧女皇的逆位 你们手里边的这颗心碧就是你们对待爱情的一种理想主义 只不过现在被你们刻意的隐藏起来了 所以说你们其实要做的是说服自己啊 说服自己再一次能够相信爱情 能够相信一段好的关系 一定能够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我 首先你们要相信它 你们才能够走入到它 走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啊 所以说这张牌面上给出的建议呢 你们首先要意识到过去在感情当中犯过的错误 不要让他们重蹈覆辙 其次就是你们要重新相信爱情本身 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正向的积极的转变 并且呢一段好的感情 它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单方面的付出或者说单方面的索取 都会让一段好的关系失去平衡 所以说这个全杖世卫呢 它也是你们未来会出现的一个火象特质的这种桃花 对方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这种生命能量吧 能够带你们 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而且呢会帮助你们走出过去那段感情 给你们留下的某种阴影啊 而且呢 对方他们自身所携带的这种生命能量和活力 也能够激发你们内心对于生命当中那种 对于一段亲密关系最真诚的期待和渴望 所以说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 这是你们未来的这种 择偶的标准和方向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 这样你们才能够从这种 从自身的这种消极的情绪化的泥潭当中走出来 这也是必须你们在再一次的直面自己内心之后 才会出现的桃花 因为现在你们可能会 对待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会有一些本能的逃避 所以说本质上来说呢 你们之所以单身 并不是因为单身选择了你们 而是因为你们主动选择了单身 其实你们想要脱单的话 你们的身边立刻会有很多的桃花出现 所以说这组牌面上的你们 其实并不是不能脱单 而是不想脱单 只不过有的时候 你们无法跨越自己内心当中的那道阻碍 所以说你们对于感情的高要求和高标准 会让你们越来越难以心动 那接下来的这四张天使神谕卡呢 是大天使给你们的一些感情向的指引 第一张牌就是wait 等待 命运之轮的转动 它不会让你们停留在原地的 耐心等待的人一切都会及时到来 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 我们在牌面当中看到的火象特质的桃花 它会再次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第二张牌呢是be assertive 这张牌呢是你们总是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总是会被一些信念所限制 你们要觉得自己足够优秀 你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必须要先变得足够优秀和美好 才能配得上一个人 但是足够优秀足够美好的时候 你们也会错过很多值得相守一生的人 所以说要永远活在此时此刻 有喜欢的人就一定要在当下勇敢的去追逐 如果当下没有喜欢的人那么一个人也可以安静 而丰盛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出完整的自我 而且呢 你们首先要相信啊 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 你们才会得到所有的美好 所以说相信永远是得到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是吸引力法则 这是你们在相信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运用吸引力法则 去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而第三张牌呢 是You are ready 你们可能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啊 但是好的爱情或者说好的关系 它都是在不经意间遇到的 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而第四张牌呢 Trust 你们在感情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啊 就是你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去相信一个人啊 或者说百分百无条件的去相信一个人 你们过去经历的感情可能会遭 可能甚至会遭遇到你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的背叛 甚至是欺骗 这会让你们非常的警惕 也非常的害怕 更加痛恨这种欺骗和背叛 所以说信任的这个课题 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你们一直竭力想要去回避的啊 因为你们不敢面对他们啊 因为你们不敢再一次的把自己的所有托付给另一个人 嗯 其实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所遭遇的这种不信任的课题啊 本质上也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不信任 你们不相信自己 你们觉得自己无法在一段关系当中百分之百的投入 是因为你们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还配不上那些美好 你们就会变得很焦虑 对于想要脱单的你们来说 首先要解决一段关系当中的信任问题 而信任的这个课题 有两个阶段 首先你们要对自己足够信任 你们要相信如果 一个人 如果他们欺骗和背叛了你们 那么是他们的损失 因为你们永远有能力找到更好的 所以说第二个阶段呢 是你们需要有眼光 也有能力去辨别一个人 是否真诚的想要进入一段关系 这两者对你们来说都足够重要 前者是因为你们自己足够强大 足够优秀 足够丰盛 你们就不会在一段关系当中患得患失 因为你们永远值得也配得上更好的 所以说在一段关系当中 我相信自信一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那么再好的关系都无法长期的维系 所以说好的关系 一定是建立在好的自我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一章 全章四 你们最终还是会收获到一段 圆满而丰盛的关系的 这也是你们自身不断做出努力 完善自我之后 所收获到的一段关系 那个令你们感到忐忑不安的未来 其实你们内心当中 能够隐约的感觉到 他们是温暖且光明的 并且未来的感情是永远值得你们期待 永远值得你们相信的 它能够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我 它值得你们去等待 值得你们去为之而努力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点赞或者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二组牌 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女祭司 你们是一个在精神上非常独立的个体 并且拥有远超于你们自身年龄的智慧和成熟 你们对自己想要的不想要的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也是主动选择的单身 而且你们在感情上面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期待 其实你们身边一直都不缺桃花 但是你们只会选择自己爱的人 这就会让你们可选择的范围变得非常的小 当然这也是你们在感情当中的态度 永远都不会妥协 也永远都不会将就 第二张牌呢 全杖八的逆位 你们现在在刻意的压抑 自己感情的需求 你们会把自己真正的诉求隐藏起来 你们找不到倾诉的对象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你们和谁都可以聊得来 但是对你们来说 你们在交流和对话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向下兼容 所以说你们自身的这种 远超于同龄人的智慧和成熟 也注定了你们会很难找到一个在精神上 能够和你们共鸣和匹配的灵魂伴侣 而这张新币国王呢 从这张牌可以看到啊 这个国王手里捧着的这个新币 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啊 你们在感情当中 一旦看不到未来就会及时的抽身 当然也会因为你们自身这种极度的理智啊 所以说不会让你们在一段感情当中 投入或者说付出过多 你们攒够了失望就会果断的离开 及时止损 你们在所经历的这些感情当中啊 可能说会经历一些持续时间很短 持续时间很短的感情 因为一旦你们在意的人 无法给予你们预期当中的回应 你们就迅速就会迅速的失望 并且转身离开 所以说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 是不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你们所有的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而第四张牌呢 权杖三啊 你们在当下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们现在正在把自己封闭起来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当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 可以很舒适 但是你们要记住啊 我们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说当下的你们要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啊 要广结善缘 建立连接对你们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 并且你们在认识新朋友的过程当中啊 能够渐渐的走出那个封闭的自我啊 所以说圣杯二代表的是 你们在认识新朋友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关于你们人生当中的下一个桃花 并且呢 这也是你们重新打开自己内心的一个转折和标志 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愚人牌啊 愚人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很乐观 很开放的状态 敞开心胸接受转变啊 同时也不去拒绝任何仕途靠近你们的人 所以说这两张牌 它意味的是你们必须要完成一种转变啊 就是从女祭司变成愚人 因为女祭司啊 她们自身总是有着一种防御性的悲观啊 在一段关系当中会看到自己受伤的画面 而愚人呢 代表的是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特质 当然这种特质 也可能会为你们招致到一些烂桃花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特质是你们把这两种特质 结合起来 既对一段关系有着热忱的期待啊 但是也要拥有智慧去挑选正确的人和你们相守一生 那我们抽到的这四张天使神语卡呢 第一张牌是yes 还有第二张牌是if you believe 这两张牌可以看到 对你们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肯定啊 对于你们自身价值的肯定啊 并且呢在接下来你们的感情运势是会发生一些实质性的转变的 它是会有一些信号出现的 嗯而第三张牌和第四张牌呢 in the near future啊代表的就是在不远的将来 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你们必然会进入到一段新的感情之中 嗯而且呢这张牌是look for a sign啊 去注意观察你们人生当中一些出现变化的机会啊 这个机会当中往往会隐藏着一些会不经意见遇到的人啊 会开启一段在你们预期之外的感情 所以说这种线索啊 就是说生活当中 它其实处处隐藏着一些机会能够让你们去发掘 嗯而且呢对于这组牌来说呢 其实因为你们本身呃自身的这种成熟和理智啊 是不容易让你们走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去的 所以说你们要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啊 去爱具体的人 而不要活在幻想的精神世界当中 因为幻想当中的你们的这种灵魂伴侣一定是完美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所接触到的人 他都是有缺点的 但是即使有缺点的人 他也依然可以很可爱 你们需要找的是那些身上即使有一些缺点 在你们看来依然很可爱的人 当你们看清楚了自己内心的渴望之后 你们才能够如愿拥有 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感情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 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 我看到第三组牌呢 这张新边啊 你们其实一直都在纠结啊 你们一直都在单身和想要谈恋爱之间纠结 你们的心是摇摆不定的 因为无论是单身还恋爱 对于你们来说 它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你们也很清楚啊 你们在一段感情当中 会非常容易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们在感情当中就是会很幼稚啊 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那种独一无二的爱啊 就会忍不住想要得到更多的爱 索取更多的爱 而且呢这个保健世卫的逆位呢 代表的是你们在一段感情当中 永远都不会是主动的那一方啊 你们也很难做到敢爱敢恨 很难做到及时抽身啊 对于你们来说 在一段关系当中 你们总是被牵着鼻子走 这也会让你们有一点害怕去 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啊 你们的成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其实你们的内心还是极度脆弱的啊 并且你们会拒绝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 你们当然会在一段关系当中 永远的沉浮与温柔啊 所以说你们想要的一定是坚定的人 和无谓的爱 因为一旦对方动摇 你们就会更加的动摇 所以说你们非常需要一个坚定的人 来引领你们前进 而我们抽到了这张权杖女皇的逆位 可以看到啊 你们对于未来人生的发展 是有着很强的野心的 你们会发现谈恋爱啊 和搞钱啊 搞事业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你们在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会考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 自己未来的这种个人的发展 这也是你们感到非常纠结的原因 而且呢 调人牌呢 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无法脱单 其实是有着外部环境的一种客观的束缚和阻碍的 你们现在就像这个调人一样 被绑在木桩上 而且呢 从这张新闭4也可以看到啊 其实你们内心当中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你们对待感情啊 会非常的谨慎和保守啊 这会让你们错过一些真正值得的人 而这张高塔牌呢 代表的是你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一段非常虐的关系啊 一段到现在都心有余悸的关系 对你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我们抽到的这4张天使神域卡呢 十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啊 第一张牌是recovery 你们可能必须要从过去的那一段 对你们伤害很大的关系当中走出来啊 所以说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种自我疗愈 在失去的废墟诗上啊 重新把那个破碎的自己拼接起来 而第二张牌呢 there is something better 你们要相信前方有一些美好在等着你们 你们也值得那些美好 而第三张牌呢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可能你们的生活就会 生活当中会出现一些 会出现一些桃花 给你们的感情运势 带来一些转机 而第四张牌呢 是compromise 它代表的是一种理想象现实妥协的过程 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理智和你们在爱情当中的浪漫 其实是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的 你们的脑海当中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灵魂伴侣啊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按照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灵魂伴侣 寻找自己正缘的过程当中 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你们会发现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完美匹配你们的每一个要求 所以说这种真正合适的人 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合适的 而是你们在彼此磨合的过程当中 渐渐了解彼此的需求 愿意为彼此的改变而改变 这才是一段真正意义上双向奔赴的爱情 对于你们来说脱单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还有就是从过往的感情伤害当中彻底的走出来 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有着很强的道德洁癖啊 这种洁癖可能会让当对方展现出一个小细节 不符合你们的预期之后啊 你们就会迅速的排除掉对方 但是这也有可能会让你们错过掉一些 真正值得相守一生的人啊 所以说你们在自己筛选伴侣的标准上面 要抓大放小 去看重对方的人格和品质 正直责任心 踏实稳重 门当户对意味的是更高格局下的门当户对啊 它意味的是理念和格局的匹配 这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些都能够帮助你们找到真正适合你们的人生伴侣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 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四组排 首先第四组排的第一张排就是Dance 死亡排 你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周期的结束 可能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一段关系的结束 或者说刚刚告别了某个人 第二张排的太阳排 代表的是上一个阶段的结束 会迎来下一个阶段的崭新的开始 因为太阳排代表的是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始 第三张排是Temperance 克制 这张排是给你们的一种 可以说是大天使给你们的一种建议吧 就是说在爱情当中你们必须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 过去的你们可能会因为激情或者是某种冲动啊 草率的开启一段关系 但是一段关系迅速的开始就会迅速的结束 感情来的快也去的快啊 所以说你们在开启一段感情之前 可能先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冲动和鲁莽 防止自己被荷尔蒙冲昏头脑 你们要思考自己的这种感情标准 你们通常会被怎样的人吸引 又会被哪一类人所伤害 你们需要克制感情啊 在一开始最容易冲动和上头的那段时间会让你们失去理智 而第四张牌呢 圣杯酒啊 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已经经历过很多 很多段感情啊 或者说你们的感情经历比较丰富 当然这种感情经历并不一定是那种双向奔赴的感情才算 圣杯酒它不仅仅代表的是你们过去的这种感情经历啊 也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所犯过的错误 带给你们的成长和改变 他们都是很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啊 因为只有经历过那些错误的感情 才知道你们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这张新币三代表的是你们未来新的感情的开始 你们遇到的这个人 他你们遇到对方的场合啊 是你们在参加的某个活动当中 身边有很多的人 可能是一个 而且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当中遇到的对方 而且出现的这个人啊 会帮助你们更快的开启自己的下一段 下一段人生 而且呢 这一张圣悲似的逆位 代表的是 现在在你们的朋友圈当中 就有一个人正在默默的关注着你们 可能是你一直喜欢着暗恋着你们的某个人啊 或者说对方和过去的你们有某些交集啊 但是对方他可能因为一些顾虑 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心意 所以说我在牌面当中 得到了这样的一种信息 就是你们未来的真爱可能就是身边人 而且你们等待的那个人 可能就在你们的身边 但是 你们要走一大圈弯路之后 才能最终在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和对方再次相遇 那接下来的这四张天使神谕卡呢 嗯 第一张牌 Remain Positive 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 对待爱情的话 你们可能既亢奋又消极 因为你们经历的感情 会让你们觉得一切关系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但是你们要记住啊 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 后依然热爱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 即使一段关系的走向我们无能为力啊 我们也依然要付出全部的真心 并不是为了在这段关系当中得到什么 而是对于我们自己要问心无愧啊 只有秉承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反而能够让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更容易得到真爱 而第二张牌呢 Don't Stop 对于生活我们一定要向前看啊 我们要理解生活 我们只能通过回过 但是要面对生活的话 我们一定要向前看 向前走去 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 也不要活在过去啊 第三张牌啊 No Need To Worry 你们可能对待自己的感情 会有一些焦虑啊 会很害怕自己会没有人爱 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那些爱 实际上这种焦虑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们只要做好自己 对的人会研制你们发出的光 找到你们啊 当我们的心态是向外索取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是匮乏的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能够安静而丰盛的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过好当下的每一刻 活出最大的生命能量 那么对的人 他是一定会出现的 而第四张牌呢 Let Go 这张牌是对你们说的 如果你们心里边还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 你们现在就要Let Go 释放到那种执念啊 是真正意义上的放下 因为你们很清楚啊 其实放下才能够 放下是为了更好的得到啊 所以说告别错的人 才能够迎接到对的人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